1938年10月25日,武汉笼罩在日军强大的炮火之中,百万国军将士誓死守卫,最终还是选择弃手 国民政府内部开始划分为两派,以冯玉祥为代表的主战派 以及以周佛海为代表的求和派 周恩来冷静分析局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要侵占中国,当下势必要坚持统一战线 才能获得胜利,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老蒋被这一番话所激励,便决定直奔长沙 然而此次同行的,还有数量繁多的日本轰炸机,宛如飞鸟迁徙一般占领了天空 轰鸣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前一秒还风平浪静,一片繁华的长沙城 顷刻间便化作一片废墟,房屋瞬间坍塌陷入火光之中,人们惊慌失措四处逃命 火车站里人们躁动不安,长沙城依然混乱不堪,城外的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越 还没能走出武汉弃守的阴霾,看到像黑鸟一样的轰炸机飞过 当即快马加鞭赶往长沙,百姓纷纷出城逃难,就连军政官员也弃城而逃 人心更加慌乱,湖南省主席张志忠看到如此情形顿时火冒三丈 下令道,凡是善离职守的军政官员,一律按逃兵处置 长沙城瞬间人心惶惶,警备队的小警察李本忠,抽空回到家中查看情况 父亲向他传授绝技,你喊得可以比别人想,可冲得一定别比别人快 并嘱咐一定要留下救命一招,躺在战壕里装死 李本忠只是三言两语草草敷衍 殊不知这两句话,在即将爆发的长沙保卫战中,汇报他一命 而小巴格这边,内阁首相近卫文魔,也在向天皇汇报情况 根据战局形势,一定加快解决中国事变的对话声明 并讨论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战事策略,将由军事打击为主,改为政治右翔为主 日本天皇面对内阁拟定的声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这边日本军队已经到达新强河 这边一名士兵,正在诉说刚刚的遭遇,声称小鬼子枪法奇准 一枪就把他头上钢盔给拆掉了 团长忍不住吐槽,怪不得一百万国军,对这二十五万鬼子,还是守不住一个武汉 果真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可又能怎么办呢 一寸山和一寸血,守不住也得守 如今他们身后守的是长沙城,他相信老蒋不会放弃长沙 然而打脸来得相当之快 小鬼子在湖北经历了五个月的苦战 却仍然不顾部队的检员,步步挤不休整 就直接命令攻取林襄岳阳 面对日军的军事部署 老蒋也组织部下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上,老蒋无法容忍小日本颁布的流氓宣言 于是放出狠话 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会屈服于强权 面对小日本兵犯长沙的部署 白崇喜建议,暂时放弃长沙 退守到衡阳一带 以见衡山地势和小巴嘎开战 但薛岳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觉得从岳阳到长沙 中间的狭长地带 山岳湖找错综复杂 完全可以和小巴嘎进行战略对峙 当天晚上,老蒋和薛岳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 作为蒋介石手下的骨干将领 薛岳的建议他还是要听的 你还是要把为什么要在湘北与敌人决战的理由跟我说清楚 于是薛岳便将自己为何要在湘北与日军决战的理由讲了出来 可到第二天,蒋介石的言论却让薛岳不明所以 老蒋嘴上一套实际一套 拿着论持久战 说得头头是道 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谁料最终尽做出退守衡阳的决定 会议结束后 蒋介石请来张志忠 一口一个文白 诉苦加请求 整套组合全下来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如果长沙不保 那就实施焦土抗战之策 所谓焦土抗战 便是焚毁城内所有军用物资 包括房屋建筑 这毫无疑问是同归于尽的计划 可不管张志忠如何劝说 蒋介石还是决定 对这座千年古城痛下杀手 文白劝说老蒋 老蒋却直接站了起来 面对不听话的文白 老蒋开启了高级PU模式 先是质疑打击 质疑他身为将领 却学富人之人 没有壮士断壁的决绝 紧接着又列举了个历史事实 声称拿破仑大军不是被打败的 而是被一座烧毁的废城 活活地困死的 文白也是毫无还口的机会 瞬间就被拿下 好一个能说会道的嘴 然而这却是蒋介石做的 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回到长沙城内的张志忠 召集了警备司令封替 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坤 警察局长文仲福 传达了老蒋坟城的命令 三人领取了坟城计划 各自回去部署 得知计划的通讯所所长彭忠华 强行闯进张志忠的住处 他代表共产党询问计划是否属实 以及长沙城的百姓 能不能安全地撤出来 张志忠表示 他们有周密的计划 放火前 会先发布日军工程的消息 再拉响空袭警报 便于疏散市民 然后有警备对案计划 督促市民出城 点火的时间也要根据日军工程的形式而定 听起来这确实是一个周密的计划 小警察李本忠在和同事们执行放火行动时 为了不烧掉老丈人家 商讨了一下日军的进程路线 最终同事们达成了一致 城中街上随处可见的油桶 政府要放火焚城的高级机密计划 实施的却如此高调 傻子才看不出来这是要干嘛 小巴嘎的谍报小组 很快得知了计划的具体内容 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 小巴嘎肯定是要好好把握 派出长沙城里的谍报小组 谍报小组真是个大聪明 不但发布日本兵抵达星河 兵临城下的谣言 还用三八式步枪来伪装工程 谍报小组趁着夜色展开计划 朝着天心阁的防守肆意射击 首格团长徐坤 犹如惊弓之鸟 听到枪声是三八大概 也不派侦察兵侦察 不假思索的就给上级打电话 然而张主席和恶司令的电话 早已在谍报小组的捣乱下失联 城内的谍报小组故意放火 营造出要坟城的假象 在枪声和放火的催化下 守在天心阁的官兵 自己架起了木柴 泼上了汽油 点燃了火把 正值深夜 百姓们还在熟睡 长沙城内士兵 看到天心阁火光 以为是命令信号就行动起来 士兵们不顾李本忠的劝解 直接开始泼汽油点火把 火石瞬间就起来了 李本忠的老丈人爬在梯子上 露了个头 幸亏我女婿是警察 要不然 我这院子也保不住了 1938年11月12日 震惊世界的闻熙大火烧了起来 这场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 五万六千多栋房屋被毁 两万多国人葬身于火海 千年古城变成人间地狱 国民政府自然也被舆论包围 老蒋看到报道 气得脸都绿了 命令章之中 拘捕闻熙大火的肇事者 一定要严惩不怠 画面一转 这是薛岳接任湖南省主席后的 第一场会议 可手下却告诉他 五十七师师长迎卫军还没有到 薛岳微微一笑 今天我有足够的耐心等 明天就不行了 作为军人 战事的开会通知就等于是军令 你迟到一分钟就会延误战机 丧失主动权 要是迟到十分钟 那就意味着 所带的部队 会被敌人包了饺子全军覆没 薛岳之所以当上湖南省主席 是因为文西大火的惨案需要有人买单 蒋介石让薛岳代替张志忠 主持湖南事宜 并将封替徐坤重拂三人 直接枪毙以平民愤 会议继续 薛岳命人前去寻找公卫军 可在座的众位将领却吵了起来 有些人认为 此战必败 日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部队 长沙警铭湘江 一旦日军将军舰开了进来 这是他们无法抵抗的 虽然大多数人持悲观态度 但七十三军军长彭卫人却认为 放弃长沙就是向日本人示弱 彭卫人一时激起千层浪 立马又有人反驳 不料到了这时 还有人拿老奖的话当作诱明 李玉堂当即表示 即便是放弃长沙 那也是战术上的撤退 而绝不是逃跑 吵来吵去 无非就是战与不战的问题 最终的决定权还在薛岳手上 可薛岳听着下面人越说越激动 始终不动声色 谁料下一秒 情况再度升级 差点就要擦枪走火动起手来 而就在这时 手下来报说公卫军抓到了 薛岳很快就要让刚才那些 说着撤退言论的军长 看看逃兵的下场 公卫军见到薛岳 便直接跪了下去 祈求薛岳能够饶他一命 军令中 对逃兵的惩治条例 你不会不知道吧 薛岳的语气中 没有夹杂一丝的怒意 但每一句话 都如同利剑般 削去公卫军最后的侥幸 你就是我的同胞亲兄弟 我也不能饶了一个逃兵啊 公卫军听到这话 当场崩溃 万万没想到 他一个少将师长 就这样被宣判了死刑 薛岳掏出自己的配枪 上堂递给公卫军 让他做出抉择 要么朝薛岳开枪 这样或许还有一丝生机 要么就朝自己开枪 杀鸡儆猴 让其他人看看逃兵的下场 公卫军接过手枪 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也许是一事糊涂 但此刻 对于薛岳来说 银卫军的作用是巨大的 从始至终 薛岳的脸上 都没有一丝动容 他告诉众人 从今往后 凡有动摇军心者 就只有这一个结果 薛岳随即下达了 长沙的第一条战时命令 所有军政机关 一律不许撤离长沙 即便已经撤退的单位 也必须立即返回 所有家属一律不许送往后方 直此大敌当前之际 所有将领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 告诉士兵弟兄 是与长沙共存亡 薛岳的这番操作 致使长沙的士气得到了极大鼓舞 听闻此事 八路军驻乡通讯处旅会 想要当面采访薛岳 彭忠华因薛岳相当坚定的反共立场表示为难 彭忠华应闯薛岳办公室 提出发动群众 将新墙河到唠叨河之间的数百公里路 离天灌水使其成为泥沼祖敌的想法 薛岳不仅不听 还强势要求共产党尽早撤离长沙 停止一切活动 老蒋万万没想到 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 竟会说出投降言论 汪精卫试图劝蒋同意与日谋合 蒋介石咆哮若有人投身卖国 人人得而诛之 汪精卫一脸恍然 老蒋虽然一味退让 但对日本的态度 其实从来没有改变 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抗战而亡 一旦屈膝求和 中国势必会成为第二个满洲国 汪精卫没想到老蒋竟如此硬气 即便是回到了自己家 一想起老蒋打碎的茶杯就心惊胆战 汪精卫也自知投靠日本人 老蒋定是饶不了自己 于是在老婆的建议下连夜叛逃 开始了卖国生涯 得知消息的蒋介石 当即派出戴力进行追杀 然而老蒋还是晚了一步 汪精卫夫妇太过警觉 逃到越南河内之后 又换了一家酒店 戴力等人扑了个空 河内行动失败 汪精卫叛逃 小鬼子立刻借题发挥 一时间 政府即将投降的言论 全国皆知 并很快传到了长沙的前沿阵地之上 汪精卫的叛逃 导致前方国军将士士士气低落 民众抗日热情急剧下降 现在的首要任务 便是遏制负面情绪的蔓延 不然长沙保卫战难有胜算 为了振奋士气 薛越联合众将军 发表了声讨汪逆诏明连明通电 这份通电一出 从干北俄南到湘北 八百公里的战线上 战士们人人振奋各个争先 适与日寇决议死战 士气恢复 薛越的各项准备工作 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长沙会战在即 在薛越将军的带领下 长沙城内军心明星达到顶峰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兵 未保家园 许多青年保国参军 可在这其中 却有一位特殊的存在 所有青年都在参军 周大姐听闻 便直接将他十六岁的儿子 也拉了上来 听对方不要 周大姐急忙解释 您别看我儿子年纪小 一般壮汉进不了他身 不信 你们就试一下 长官立马叫来一名士兵 跟马维员掰起了手腕 可令对方万万没想到的是 马维员果然力量惊人 连两局都是马维员获胜 不服输的他 又提出笔士兵器 只见他从后面拿出两支木枪 就扔了出去 马维员担心刀枪无眼 便提出让他三招 不料这句话 竟直接激怒对方 国军战士攻势凌力 可在马维员的手上 却连一招都没有扛下来 马维员成功入伍 而他的母亲 也在李玉堂的亲自同意下 一同参军 长沙保卫站在即 就连女子也参军报国 长沙城的市民 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 作为长沙城的最高长官 薛悦的准备同样十分充分 他亲临前线 沈悦攻势 把358团团长袁绍武叫到跟前 薛悦告诉对方 坑道攻势的入口不能太大 并且要跟走廊连在一起 走廊每隔两米 就挂一个沾了水的后帘子 用来吸收和阻止爆炸冲击波 从新强河到密罗江 同样的防线 薛悦一共设立了15道 竹节射防消耗敌人 他把万家岭的乙型战壕 搬到长沙城 横贯800里纵横15道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柏林防线 与此同时 为了迟缓日军的机械化行军 薛悦在八路军棚中滑的建议下 号召民众离路为田 从新强河到唠叨河 中间几百公里的公路 在广大民众的积极挖掘之下 直接化为一片沼泽 看到面前的景象 薛悦第一次认识到 我党联合民众一起抗日的力量 长沙方面 已经准备就绪 而另一边 老蒋也收到了好消息 老蒋听后不禁热泪盈眶 两年前他就预想过 中国的抗战必须坚持到欧战爆发 现在这个预想终于实现了 从此开始 中国不再是孤立的战场 中国问题也将同世界问题一起解决 与此同时 日军也加快了对长沙的进攻 刚村宁刺意图先攻取南昌 只要武汉南昌相继失守 中国军心必定彻底溃散 之后攻取长沙必定轻松很多 但小鬼子这回是算了 薛悦早就把他的计谋彻底看穿 日军兵力强盛 南昌一定守不住 但同时 南昌作为要地 日军想要攻破 也需要废掉很多力气 于是薛悦将战场定在湘北 薛悦火速给各军下达任务 长沙保卫战的第一战即将打响 李本忠带领警察小队 接到运送弹药的任务 长沙会战爆发 眼看阵地炮火连天 李本忠放下弹药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新兵马为远却告诉他 弹药必须送往前线 李本忠看了一眼 都想赶快回家的兄弟们 当即拒绝 而就在李本忠磕头的瞬间 马为远就用枪抵在他的脑袋上 李本忠慢慢站起来 质问他一个小孩子 怎么敢用枪指警察 刚经历过战斗的马为远 自然知道战况的惨烈 企图用自己的话来改变他的想法 马为远的一番话 成功打动了李本忠 他们决定将弹药送往前线 小鬼子在坦克的坐镇下 密密麻麻地朝我军袭来 李本忠躲在战壕里 看着双方的交战 这怎能用一个惨烈来形容 鬼子的坦克一声令响 对我军造成巨大的杀伤 马为远看着战友们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心中受到莫大的鼓舞 随后他就绑起一捆炸弹 挺身一跃 躲过枪林弹雨 冲向敌军的坦克 学过武术的他身轻如燕 成功地避开子弹 李本忠本以为他这次是必死无疑 谁料马为远地伸手了的 很快就拿下小鬼子一辆坦克 而李本忠一心只想快点下山 但事与愿违 敌人很快便发起了新一轮的强攻 飞机从上空呼啸而过 炮弹一个接一个地砸下来 他心有余悸地躲在战壕里 脑子里满都是老丈人给他交代的技巧 刚回过神来 一个鬼子就和我方的士兵打在一起 鬼子把士兵按在地上狠狠地掐着脖子 可是从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他 实在是太怂了 只能亲眼看着士兵在挣扎中牺牲 鬼子弄死士兵之后 很快就发现了他 情急之下 李本忠本能地拿起枪就朝他射去 鬼子喊了一声巴嘎之后 就倒在他的腿上 推开了鬼子准备跑时 看到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跑过来 赶紧躺下装死 可等他缓过神来战斗已经结束 他环视周围死去的士兵 心中犹豫不决 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一阵电话声惊醒了 正处在内心挣扎中的他 李本忠万万没想到 自己升迁速度竟能直逼高铁 接了电话就直升国军连长 李本忠还没适应自己的新称呼 而老兵们已经开始 一声一声连长的叫着了 他也不能推脱 于是便建议把兄弟们埋了 但老兵告诉他要避免鬼子的黑枪 看来只能天黑了再行动 入夜 李本忠带领剩下的兄弟们清理战场 却看到了最好的兄弟已被炸死 便下定决心 一定要给兄弟报仇 小鬼子为了拿下草鞋里 一大早就派出了赶死队 他们一个接一个的 朝着我方的战壕涌来 就在弹药即将用尽 李本忠他们准备上刺刀大干一场之际 小鬼子却撤了回去 原来是援军到了 援军的大炮打掉了鬼子坦克的炮塔 鬼子只能修整损坏的炮塔 成功阻挠了小鬼子的进攻计划 盗夜四郎像是疯了一般 没有了装甲兵 依然想要拿下草鞋里 他命飞机向我军投放圣战瓦斯 就当众人还在疑惑敌军为什么撤退 准备埋射预警地雷时 一个个毒气弹就被投放到了我军的战壕之中 营长为了疏散大家 他自己却不幸被炮弹击中 就在这时电话又响了 没曾想离本中接的两个电话 直接让身份跃升 甚至连身边的老兵都不敢相信 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是坚守阵地 既然已经成为营长 自然不能再穿警察服了 他换上营长服后瞬间起饭 此时的他慷慨激昂 鼓舞士兵跟鬼子们拼了 于是 他带着自己的16个兄弟 和鬼子展开了殊死搏斗 李本中被一个鬼子拿着枪摁在沙包上 他虽然奋力抵抗 但还是逐渐落了下风 还好马维远及时赶来 一枪结果了鬼子 把他从鬼子手里救了出来 而此时整个战壕里 就只剩下李本中和马维远两人 李本中派马维远去找援军 临走前还不忘记提醒他 带点兵郎回来 还指明道姓要老乡弹牌的 他则留在战场上守住阵地 他趁着鬼子还没有进攻 四处翻找 竟还真找到了一些能用的枪弹 很快 一个警卫连还有一部分之前民工前来支援 李本中不知道一同前来的还有自己的媳妇 看到媳妇的李本中满是惊讶 就赶紧拉来媳妇说说话 他向媳妇诉说着 这两天自己都不相信的经历 二人温存之际 鬼子又发起了炮火攻击 谁料已经走了的媳妇 突然返回从包里掏出一袋槟榔 扔给李本中 就在他刚把槟榔接到手里 几声炮响 媳妇一句话都没说 就被炮火击中 死在了李本中的怀里 他回想起媳妇给自己说的话 在我眼里 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活泼家王 他也彻底下定决心打鬼子 草鞋岭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三天三夜 战事愈加胶着 而就在这时 战局终于迎来了转机 手下对于血跃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 纷纷笑出了声 然而就在长沙会战开始的第四天 真的下雨了 由于事先准备 从新墙河到唠刀河 百里良田公路在大雨的帮助下 瞬间化为一片沼泽 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 长沙会战的第一次转机已经到来 血跃立刻命令李玉堂的第八军 在48小时之内奔袭200公里 从新墙河火速赶往铜骨山 支援罗卓英部 李玉堂骂骂咧咧接下任务 为了提高速度 李玉堂命手下丢掉自重全速前进 而日扣的重炮和坦克正如薛悦所料 深陷泥潭寸步难行 大大影响行军速度 部队一小时才走三里路 这是薛悦和钢村宁次的对决 钢村宁次预判 薛悦是想学毛泽东的红军反卫战法 把第八军从正面战场撤下来 充当一支骑兵 去围攻1060团和佐治支队 重演万家岭战役 但很快又否定了 从新墙河到铜骨山 两地中间间隔200公里 中国人一向信奉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天降大雨 严重限制了我军的推进速度 可是对两条腿跑路的更有利啊 于是他分析出 第八军正式要利用大雨比拼速度 想到大雨 他决定将计就计 用1060团作为诱饵缠住薛悦 来解1060团和佐治支队之围 同时出骑兵夺取长沙 唯唯救赵 让缓过近来的1060团 从干北直辖湘北 与第60团奈良支队会师 形成合围之势 他以为他看透了薛悦的招数 命令第60团和奈良支队轻装前进 每天推进50里直驱长沙 天气要回復之后 然而他并不知薛悦可是战神 薛悦预判了钢村宁次的预判 一眼看出他的招数 也玩的是唯威救赵的计量 薛悦精妙地化解了钢村宁次的部署 只要能迟至敌人的正面紧箍 他的唯威救赵计划 就会破产 于是命令罗卓英部 加强向高安方向的移动 对敌1060团 形成合围的态势 命令李玉堂部加快行军速度 尽快与罗卓英部会合 为歼1060团和佐治支队的战斗 务必在21日天黑之前打响 经过两天的急迟 李玉堂部和罗卓英部顺利会师 至此薛悦把东线指挥权交出去 整整一个半师团 要真能一举歼灭他 罗长官 那可是大劫啊 这是长沙会战开战以来 第一次我方战局优势 鬼子机械化步兵被薛悦用计困住 他们四个军 围歼日军两个师团 可想要一口吃掉鬼子的两个师团 确实也不太容易 将领们做了周密的谋划 预判敌军的困境 敌军已深入腹地七日 山路其山区大雨落驼 后方的补给十分匮乏 且我方所攻占之处 军实行兼必青野政策 敌人的补给将会极度困难 在投其所好 让敌人在同龄发现有个大良库 敌人必定会分兵来攻去 可为什么选离高安镇进的同谷 正因为进 才会给日军有遥相呼应的感觉 所以 他就敢分兵 再加上 同谷的地形易进不易出 高安到同谷之间 有一条长长的峡谷同龄道 只要把这条峡谷拦腰截断 进入到同龄的敌军 就很难再回原高安 面对如此详觅的计划 吃掉鬼子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让鬼子上当啊 那就究竟建个粮仓 我方军领假装偷偷地运送粮食 当日军的侦察机侦察时 百姓们纷纷显示出害怕的样子 为了能够成功地骗过 日军飞机和人力的重重侦察 他们将米袋故意弄破 粒粒大米散落在地 以此来显示信息的真实性 在我方的大演戏下 鬼子更加坚信大粮仓就在同龄 日方的指挥团深知富贵险中求的道理 在傲慢的加持下 便派遣左支军带骑兵火速运粮 尽管参谋长已经怀疑 粮草只是一个局 目的是要诱使日军兵分两路 可指挥官完全不听 左支军一行人来到粮仓 手下不假思索的就开始酝粮 直到有人发现 麻袋里装的不是大米是沙土 这才气急败坏 下令让把所有的百姓抓起来 可同龄镇早已是一座空城 就连一只狗也没有 这才发觉是上当了 鬼子怎么知道 我们早已缤分四路 就等着请军入窩 一路早就在 同龄道的前端埋设大量地雷 中端堆积大量的山石巨木 另一路隐蔽皆敌将从东面发起进攻 剩下的分别在西部南部阻击敌人 一切准备就绪 天黑以前便要发起进攻 总攻时间为傍晚六点 这一切都按照削月的计划徐徐推进 同龄道的鬼子将在不久之后 就会被我军吃掉 第八军早已驻扎在高安附近 方师长派出一只尖刀营 直刺敌人的心脏 没错这个升职超快的警察 也在其中 离本中他们接到任务 就火速动身 尖刀营在炮火的掩护下 顺利进入高安镇 鬼子也没想到我方会在吃饭的时候进攻 饭还没吃到那命就送了 这一下子就给剑刀营撕开了口子 他们兵分两路 离本中这一路遇到鬼子设好的卡口 他利用油桶的声响吸引一个鬼子前来查看 就在鬼子快过来的时候 一下扭断脖子 两名小兵则从后侧包抄 他们翘摸地走到两个机枪手身后 机枪手还没反应过来就双双一命呜呼 另一路 他们避开鬼子的巡逻 并且抓到了一个卑文件包的鬼子 两路在棉房场如期会合 这个被文件包的鬼子是个通讯兵 但是由于语言不同 这个鬼子也没什么用 然而在剑刀营的一番搜查之后 却发现他身上藏着一张图 鬼子没有用图有用啊 离本中看出来这上面画的是电话线 并且推测 所有的电话线都通向一个房间 这就说明了这个房间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他决定就打着 部署了一系列进攻战略 一路在正面吸引敌人 战斗一打响 离本中就带着另一路从侧面进攻 直击小鬼子的指挥部 随即与敌军展开交战 尖刀营顺利干掉鬼子指挥部 偷塔成功 任务圆满完成 薛岳这边此时也传来了 高安镇全监日扣一个连队 和同领导沉重打击组织支队的好消息 如果是你 会在哪儿建立不计仓储呢 营田 薛岳能想到营田 港村宁次自然也能想到营田 不错他确实盯上了营田 只有拿下营田 才能弥补东县受阻的不利 才能对薛岳主力的第15集团军 形成合围态势 于是命令上村支队天黑前拿下营田 从右翼直插第15集团军侧备 薛岳在营田驻守了一个加强警务团 有十几个钢筋混凝土的暗宝 几十挺轻重机枪 还有充足的弹药 他认为进攻营田的会是后勤部队 加强团队斧没什么战斗力的后勤部队 肯定是绰绰有余 于是薛岳想着营田的防守也算可以 便去睡了 可他乱乱没想到 自己刚刚睡下 营田便失守了 原来日寇违背日内瓦公约 使用了毒气弹 守备团裁全军覆没 营田失守 正面迎敌的第15军团 很有可能 被日军前后夹击 老蒋希望薛岳能根据战场情况审视多事 不要执着于一成一尺之得失 当机立断 敢于做出舍弃长沙之决定 撤离到衡阳一线 构筑新的防线 以使第15军团免遭全奸的恶果 但薛岳据理力争 坚持死守长沙 并且给出理由 其我方军队士气正盛 绝不会重蹈文厅后路被包抄 就张皇失措之负折 其二两军正在焦灼状态 此时贸然撤军 敌人尾随追击 我军必遭受重大之损失 其三长沙乃西南之大屏障 长沙失守 衡阳必将不保 则整个西南威夷 老蒋没料到薛岳太赌竟如此坚决 你薛伯林拿着我的王牌家底去赌博呢 为了保住自己的嫡系部队 蒋介石派慈修剑升飞往前线 灵讯战况传达命令 使薛伯林保持清醒的头脑 审视多事保存实力 事实地撤兵衡阳 白重洗一道 就直入重点 让薛岳介绍日军上村支队登陆营田以后 我方做出的对策 薛岳看出敌军进攻营田的意图 就是围歼正面防守的第十五集团军 所以薛岳让第十五集团军的主力 向两侧转进避敌锋芒 而白重洗却不以为然 始终认为日军的上村支队 已经像一把钢刀 直插入十五集团军的后背 而十五集团军是委员长的王牌主力 尽管薛岳依在解释 敌人的主力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 被我军阻击在密罗江以北 在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 不过是一支孤军 虽然在我军的侧背 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十五集团军尚无被围歼之忧 而白重洗始终坚信敌我力量悬殊巨大 我方必须以五倍的兵力去和敌人抗衡 虽然薛岳同意这种观点 但薛岳还是劝告白重洗论兵不要太过激险 我长沙背靠大西南 上街湖北的第六战区 下街两广的第四战区 怎么能是孤城呢 而日寇 既要守武汉又要守南昌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孤军 在薛岳的反复解释下 白重洗坚持认为长沙不可守 抗战两年多来 上海丢掉了 南京沦陷了 南昌也没了 现如今还要弃守长沙 薛岳面对如此犹言不尽的白重洗 勃然大怒 退退退 一退再退 我们还要退到哪去 打仗打的就是事迹 湘北的洞庭湖是米粮之仓 只有守住了长沙 才能足兵足势坚持抗战 反之 这一大好资源被日寇得了去 他们就能一战养战 白重洗一心只想要薛岳退兵 可他万万没料到薛岳不紧不退 还要坚守 就是砍了薛岳的脑袋 长沙我也绝不放弃 薛岳说罢拂袖而去 当村宁次把银田 作为后勤补给基地 他命令第六师团必须强渡蜜罗江 与上村支队形成前行攻势 歼灭黄埔系主力第十五级团军 他想看看薛岳如何解决到军事难题 然而薛岳已经想好了对策 只要将前面防御的 第37军79军 脱离正面战场 进幕富山出大云山 绕到第六师团的后背 去劫即日军的资重补给 这就等于打开了第二道防线 即使敌人到刘阳河 预备的八个师也有余力在此决战 这确实也是一招险棋 要是顶不住 战局将无法挽回 可是到如今 也只能险中求胜了 他命令73军棚卫人军长 利用有力地形 坚决阻敌于蜜罗江北岸 不惜一切代价 打出湘军的威风来 虽然日军前后发动八次进攻 但在我湘军的顽强抵律下 愣是没让日军跨过蜜罗江一步 血跃此刻是胸有成竹 但是关征林对于上司的部署很是疑惑 要我从防线上撤下两个军去爬幕府山 这是什么狗屁战法 而幕府山和大云山 都是一千多米的大山 哪是说翻就翻 恐怕等两个军翻越大山 日寇早就在长沙城里庆功了 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 马上给你安排个去处 去哪里 军事法庭 关征林只好执行命令 他撤走彭卫人的37和79军 但是又耍了个新年 留下了战斗力最强的 05师和99师 彭卫人当即立下军令状 两个军成功阻击敌人的重武器部队 从正面进攻的第60师团和奈良支队 不得不放慢了进攻的步伐 刚村宁次 加击我第15集团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英国指出 只要日本不损害 英方在东南亚的利益 就撤出在华驻军 老蒋一听瞬间怒了 是要让国际上那些政客看一看 中华民国政府的厉害 在血跃的部署下 小鬼子的33团 进入平江县城 就遇到了杨森部的阻击 佐治支队1060团补给困难 日军接连受挫 我军东线战况趋于稳定 完全可以把第八军撤下来 薛热便命令还在干西北的李玉堂 快速向湘北方向移动 收到消息的李玉堂 直接开口大骂 向着罗长官吐槽着自己的不容易 前几天他刚从湘北冒着大雨 跋涉200多公里赶到干西北 今天又让他从干西北再返回湘北 你说这是不是神经病 桌子一拍 就要拒绝执行 可以听到 如有延误军阀处置 上一秒还在生气的他 下一秒跑得比兔子还快 罗卓英不向粉白领发起冲锋 钟景梁太郎一下子被包了饺子 至此东线告诫 但天气放晴 当村宁次派出日军飞机团 全天后出击持续轰炸我军阵队 并且命令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 突破密罗江的防线后 上村支队包抄15军团 他想吃掉老蒋的嫡系部队 来达到重创中国军队 和蒋介石政府元气的目的 之后再以一个师团和两个支队 五万兵力只取长沙 薛月自然也知道 彭卫人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只能暗暗鼓起 在家乡父老的眼皮子底下作战 将军能够顶得住 然而在小鬼子近乎疯狂的进攻下 密罗江最终还是失手了 就在这时 一则坏消息也传了过来 薛月父亲去世 蒋介石担心薛月心怀悲戚 他也深知林郑患将乃兵家大忌 但薛月让妻子回去料理丧事 自己继续留在前线指挥战斗 这大大激励我军意志 老蒋介石到消息后 立即赴殿 勤劳之堪表位 存翁之表 不刻归丧 莫惊从容 礼法所许 一笑作终 尚望努力 小鬼子本以为 五日便可攻下长沙 但如今已快一月 银田虽已建立储备仓 但储备有限 钢村宁次决定速战速决 派五万大军正面进攻夺取长沙 钢村宁次既然力求速胜 薛月自然不会让鬼子如意 他认为只要死死地缠住小鬼子 就会要了他们的命 薛月在福林府地区 组织了几个伏击 来延缓鬼子的进军速度 为了避免正面防守的五个师 缠不住有空中支持的五万日军的局面 薛月迅速部署第五十二军 李玉堂的第八军向上山地区运动 前后夹击上村支队 薛月准确地分析出 日军是没有后援的孤军 炮弹打一发就少一发 拖延一天就少一天的粮食 所以要速战速决 而我军是在本土作战 背后有三厢民众的权力支持 兵源粮源源源不断 我军的战法就是死缠他 埋伏在福林府地区的相处 与敌缠斗 让敌人在二十四小时 只前进了五公里 大量地消耗敌人的重武器弹药 有效地辞职了敌人的进攻速度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更大的好消息传来 是哪个部队干的 第八军的一个营 营长叫什么 李本忠 原来就在不久前 血跃掉第八军前往上山 竟意外发现鬼子在营田的仓储基地 碗里的肥肉不吃白不吃 第十师师长方先绝派李本忠留下来 端掉这个储备库 给刚村宁次来的府邸抽薪 而在彭忠华的谋划下 他们当即决定组织尖刀班 悄悄地混到镇子中 彭忠华则带着 剩下的兄弟们在正面吸引火力 正在李本忠发愁 怎样进镇子的时候 一辆运输车就来了 办法这不就有了吗 李本忠带着尖刀班成员 三下午除二咔咔几枪 就把运输车收入囊中 游击队多能人一试 其中就有机会开车还会日语的小东北 不久他们就趁着夜色 开始行动了 不料车就在快开进去的时候 却突然熄火了 李本忠慌得一批 关键时刻还是小东北脑子好使 小鬼子一挥手 当即叫来十几头兄弟帮忙推车 不料刚刚进门 意外就再次发生 车帘后的战士一不小心漏了头 小鬼子瞬间识破了 眼看李本忠已经和敌人交火 彭忠华当即下令正面进攻 镇守在储备基地的大佐 派所有鬼子到镇口堵击 把尖刀班看作是小老鼠 认为他们接近不了军火库 是自寻死路 然而小东北开着卡车 左拐右拐 歪打正着 还真就找到了鬼子的军火库 看看面前空无一人的仓库 李本忠立刻让大家提高警惕 认定这里面一定有诈 果不其然 他们刚刚行动 四周的探照灯便骤然亮起 尖刀班瞬间就被包围 然而就在这时 偷偷跟进来的八路 帮了大忙电闸一拉 鬼子瞬间蒙圈 尖刀班反应迅速 拿起枪就和小鬼子打了起来 与此同时 小东北就开着车冲向军火库 军火库和小东北 在一片火光中化为乌有 李本忠任务完成 李玉堂也带着大部队到了上山 从背后包围了上村支队 第八军在削月与钢村宁次的博弈中 可以称得上是神来之笔啊 整盘棋就这么活了 刘阳和权限告急 最后决战如期而至 日军补给舱被炸 第一次长沙会战进入最后阶段 港村宁次无奈下令撤退 但第六支队却违抗命令 抛弃坦克重炮轻装前进 直奔长沙 对我方来说 现在无疑是维艰这五万日军的最好时机 但小诸葛白重洗 却给出不能为而兼之的理由 其一日寇的三军锐气 并没有因为切断补给线而受挫 其二就火力而言 日寇虽然是清兵武装 可单兵武器完胜五方军队 最终蒋介石给薛月下达命令 准备以六十兵力 位置长沙附近 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 于是薛月在流阳河两岸的帐头 布置六个是阻击南进之敌 三个军运动到敌人的左翼 待正面的阻击一打响 左右两翼快速向敌军发起侧击 以求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 而港村宁次得知 稻田四郎违抗命令 他决定将计就计 来势汹汹的鬼子突然按兵不动 薛月准确地预判了小鬼子 但进凉绝的五万日军贸然推进 并不是港村宁次的主意 而是小鬼子内部发生了分歧 我估计鬼子要撤退 命令我前沿各部 在天亮之前 全部后撤失离 天一亮 日军就对我方阵地开始了攻占 可我方阵地空空如影 小鬼子也是炸了个技能 只得灰溜溜地撤退了 而薛月却沉沉地睡去 历时一个月的长沙会战 终于取得胜利 此一歼敌三万余人 中方伤亡四万余人 由于第九战区将士的浴血奋战 不仅击破了敌人一星期 攻克长沙的狂言 还粉碎了日军占领长沙 一举南下的战略意图 薛月将李玉堂第八军整编为 新编第十军并授予泰山军的称号 同时也准备嘉奖 那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营长 就是带人骑袭营田 炸毁了敌人军需仓库的 那个尖刀营营长 一个月前的小警察李本忠 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一场长沙会战 自己就会变成国军营长 甚至要被总司令薛月点名嘉奖 同时他也想不到 自己很快就会闯祸 这天李本忠请彭忠华来给新兵上课 讲由激战的打法 讲的正是红军四度赤水那一段 薛月恰巧在门口听到 气得直接扭头就走 原来彭忠华讲的正是薛月的痛点 那次赤水和围剿红军 正是薛月指挥的 李玉堂一脸蒙蔽 老大生气下属买单 李玉堂只好把气撒到方先爵的身上 他让方先爵必须把 这个事情解释清楚 然而方先爵也是一脸无辜 他事先又没跟我打招呼 我不知情啊 不知情就没有责任了 方先爵此时脑袋蒙蒙 他此刻只想找李本忠出起 要求把李本忠关到禁闭室 李本忠此刻还沉浸在 游击战的精彩之中 下一秒他就猛了 方先爵害怕因此就失了个人才 紧忙让李玉堂先探探薛月的口风 李玉堂一口一个政治事件 方先爵发起牢骚 对政治不敏感的方先爵 始终认为这样的处置太小题大做 此时电话响了 方先爵气冲冲地拿起了电话 一听是参作的电话 刚还满怀怒气的他 瞬间就软了下来 薛月让李玉堂亲自 压着李本忠来见他 李本忠看见薛月之后 仍然毫无悔改之意 开口就讲经典战力 甲军三万人 被乙军二十多万人围追堵截 最后成功脱逃 在乙军的鼻子底下逃跑的 这不精彩吗 气得薛月直接让他滚了出去 在李玉堂的奋力保护下 薛月气也消了半分 其实薛月心眼根本没那么小 叫李本忠来是为了嘉奖他 大洋都准备好了 你干什么 这不是要嘉奖他吗 这小子没见命 到手的大洋就这么飞了去 看得出来薛月 是一点都不想掺和共产党的事 统帅部指示他重新开办游击训练班 他却让参谋长全权负责 第一次长沙会战失利 日本国内发生剧烈动荡 战争狂人东条英姬进入内阁 当即提出第二次进攻长沙的计划 企图用武力来迫使 蒋介石政府屈服称臣 在日军强大的火力进攻下 国军将士虽拼死抵抗 但最终还是因为实力悬殊而失败 襄阳早阳先后失守 老蒋命薛月不得消极备战 要在敌军背后展开运动战 以解遗昌之围 能否解的遗昌之围我不敢说 从背后踢钢村凝刺的屁股 这倒是个好时机 随即便派第十军五十二军 七十四军来压缩小鬼子的战区 将新墙河的前沿阵地 向北推几十公里 扩大柏林防线的纵深 争取和大云山连城一线 李玉堂接到削月命令 最终决定采用游击战术 以赢甚至以连为作战单位 深入敌战区 逐个击破敌据点 最终围歼新墙镇 方先绝毛遂自剑 派李本忠来打头阵 李本忠刚刚参加完游击训练班 现在打游击可是一把好手 这十几个据点像一颗颗毒牙 所以这次任务就叫虎口拔牙 李本忠随即制定了 一套声东击西的战术 把火力搁在南北宝附近 一打中间 两边的小鬼子会出来支援 这时候主力在开火 一下就把小鬼子全端了 李本忠带着弟兄们 趁着天黑划着船 进了河对岸的敌人碉堡群 而这时候的小鬼子 还在野外蹦迪响乐 李本忠和连长各带一个小部队 连长派人点燃鞭炮 刚刚还在甩头摇摆的小鬼子 犹如惊弓之鸟 拿起枪朝着鞭炮响的地方放空枪 我方士兵们就静静地 等着小鬼子过来 小鬼子一围上来 双方就开始了激烈的交战 而李本忠这边还在等大鱼 等着新强阵的鬼子出来 眼看他们会合的时间快到了 可难碉堡还没有炸毁 身中一枪的连长 一蹶一拐地走向碉堡 任务完成 他们以信号弹为消息 大部队一看见信号弹 就对新强阵的鬼子发起了攻击 把柏林防线向新强阵以北 推进了整整30公里 刚村宁次想要给薛悦一个回马枪 刚下了要夺回新强阵的命令 就接到大本营的电报 原来是他的上级 要求暂停军事活动 刚村宁次只好宣布任务取消 这样一来 我军获得时间休整 薛悦准备改造第十军 第十军军长李玉堂 曾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 创造了24小时大雨行军 200公里的奇迹 更是在最后决战中 端掉了日军补给舱 直接导致日军提前溃败 而第74军同样是薛悦手下的王牌 被称为虎奔军 他打算将泰山和虎奔 打造成能应抗日军的强车 随即便拨通了一个电话 一阵寒暄过后 薛悦就明确表示 他要两个军的高级装备 然而下一秒 薛悦瞬间黑脸 不等人家说完 就将电话重重挂掉 一个后勤部长竟敢说 他狮子大开口 转身就要找老蒋告状 不料就在这时 电话再次响起 来电的正是后勤部长于飞鹏 听到电话内容 薛悦高兴不已 于飞鹏答应了换装请求 并许诺给两个军的苏式武器 然而下一秒 薛悦再次变脸 直接口吐芬芳 电话再次挂掉 参谋长看得一脸猛逼 薛悦气到脑袋冒烟 关键现在去越南没那么简单 汪精卫跟日本人密谋轰炸 颠阅铁路 法国小老头直接认诵 拒绝交货 他身边连一个说法语的都没有 想交涉都没有办法 不料就在这时参谋长站了出来 转身就给薛悦带来了一个人 八路军处长彭忠华 不仅在法国流过血 而且越南那边的法国领导人 刚好就是他同班同学 在彭忠华的毛遂自荐下 他似乎是此次越南之行的最佳人选 尽管暂时没有更合适的人 可薛悦还是对彭忠华持有怀疑态度 害怕彭忠华作为共产党人存有私心 将这批武器运往延安 薛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他始终不想和共产党有过多的来往 更让参谋长把彭忠华打发回去 然而彭忠华也是个聪明人 他一下就猜出了薛悦不用他 是不相信自己 于是彭忠华坦诚相待 薛悦开始动摇 再加上彭忠华留下军令撞作担保 有军阀处置作为保障 薛悦也只能勉强同意 彭忠华点名要和他有师徒之情的李本忠 共同执行任务 将还是老的辣 薛悦虽然已经同意让彭忠华前往越南 但他还是对彭忠华放心不下 临行之际又叫来李本忠 和他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 薛悦要李本忠一定要监视住彭忠华 一刻也不能让对方离开自己的视线 一旦他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 就可以采取断燃措施 一切准备就绪 提货小分队正式出发 然而几天后 薛悦就接到了坏消息 中央日报社报道日扣炸毁了 边越铁路线上的红河谷大桥 一列货车载入红河 薛悦万万没想到 整整两个军的苏制装备 竟被鬼子连锅端了 可不等他生气 几天之后 薛悦又再次接到消息 装备回来了 原来彭忠华在河内 成功说服法国领事顺利拿到提货单 与此同时 日军特工队也行动了起来 他们准备在红河码头截走装备 得知消息的彭忠华当即调整计划 决定将铁路运输改为陆路运输 以迷惑日军视线 计划刚一出口 就受到李本忠的强烈反对 彭忠 我不同意 但彭忠华却表示 反对无效 他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一番神器操作 小鬼子果然上当 决定准备炸火车 估计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炸掉的那列火车空空如也 而另一边 彭忠华他们早就将这批军需物资 走公路运回了长沙 薛热一听武器一箭不落地回来了 笑得合不拢嘴 第十军七十四军很快就换了新装备 苏谢果真不一样 薛热摸摸反坦克平射炮 摸摸转盘机枪直呼好家伙 这次越南执行任务顺利完成 李本忠也是再次晋升 中校营长 李本忠特计升为三五八团上校团长 可紧接着 薛热就收到一个坏消息 蒋介石在和小鬼子和谈 他始终认为老蒋是不会 和日本人按通款去的 但经过参谋长的一番分析 薛热立即表态 不管高层怎么样的战前骨后 只要有我薛热在 长沙绝无投降二次 为了鼓舞大家 薛热召开了一场世事大会 我和我们人 去中日康 去中日康 很快小鬼子的十一军开始调动 薛热便想让刚换上苏谢的两个军来练练手 这一次薛热准备主动出击 好打小鬼子的措手不及 经过一系列的部署 第十军的任务是歼灭通城北撤的敌人 又使敌人进入龙门场一线 七十四军的任务是在大云山龙门场一带射服 歼灭追击之敌军 果然人靠一桩军队就得靠武器 两个军大显神通 不仅一举攻克奉星西山万寿宫等据点 不仅一举消息的老蒋高兴不已 立即终止在香港与日方接触 把息该结束了 长沙会战 除了薛悦的正面战场 背地里其实还有老蒋的敌后战场 老蒋的操作更为神奇 仅用一个小小的战长 便拖住日军整整一年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 日军的对华政策便是军事斗争为辅 政治劝降为主 虽然扶持了汪满政府 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于是老蒋将计就计 日本要求谈判 两条选择 如果拒绝谈判 日本人就会马上扶植汪精卫上台 和老蒋分庭抗衡 这显然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如果同意谈判 就可以拖延日扣福王的时间 但是谈判要在高度保密下进行 否则一旦泄命 就会给老蒋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和日本谈判之事弄得老蒋很是头疼 这件事必须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而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契机 既可以不损害老蒋的名誉 也可以拖延时间 原来是军统香港战战长层阔 小西装一穿 金丝眼镜一戴 就几乎和宋子良一模一样 连老蒋也信以为真 更何况是小鬼子呢 曾阔就这样代替宋子良 戏耍了小鬼子一通又一通 直到1940年秋季 血月主动出击打了一场胜仗 中断了两个月的和谈又重启 小鬼子以为蒋介石要投降了 但我们曾阔不装了 摊排了明朝暗讽 小鬼子人不行 国家也不行 杨凤因为两面三刀 作恶多端恶贯满盈 卑鄙无耻灭绝人性 骂的小鬼子是翻译都翻不过来 小八大像是小朋友一样 打不过别人就自己哭着找外援 声称将会有百倍的轰炸痛击我国 曾阔丝毫不拒 不过是失败前的最后一跳 免了吧 这次和谈本来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如今任务已完满成功 曾阔挺直腰杆 小鬼子用泄露密谈威胁曾阔 然而他将眼睛一摘 宋子良变成了曾阔 不装了摊牌了 此时的小鬼子还不相信 眼前这个和他们谈判了 近一年的宋子良 竟然不是真的宋子良 曾阔手下拿出一份报纸 真正的宋子良此刻正在美国 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了 小鬼子的和谈计划宣告彻底失败 第一次长沙会战失利 原十一军司令官钢村宁次被免职 原部和一郎接替长沙军务 可他万万没想到 就是这一场上高战役 让他颜面扫地 归其原因 冬条英姬绝对要背这个大国 自从战斗狂人冬条英姬上位 日军大量增兵 十五六岁的孩子比比皆是 打着打着就在战场上哭鼻子 不打了要回家找妈妈 这样的军队能不输就怪了 这边原部和一郎还不知道情况 当即开始部署战斗 再度进攻长沙 可他万万没想到 命令刚刚发出 计划就递到了薛岳的手上 日军调进了两个师团 一个混成旅团 吞兵于干杯前沿 并计划兵分三路 进攻上高地去 薛岳从代理手里借来吕云泽 本来是为了清查司令部内鬼 可他竟然破译了小鬼子的密码 准确地知道日本指挥部 发网个部队的电码 薛岳有了这么一位得力干将 将会是事半功倍 我方清楚了日军的作战路线 就像还没考试呢 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薛岳立即做出军事部署 七十军驻守凤星一线 阻止北路敌人 四十九军在井江一线 射防阻击南路北境之敌 最强的七十四军外加七十九军 防守高安上高一线 迎战中路鬼子的第六师团 不料薛岳命令刚下达没多久 所有部署就传到了日军司令部 薛岳并不知道 吉耀科科长柯立娟早已叛变 而得知消息原部何一郎 当即调整部署 第六师团改为北路进攻 第三是三师团改为中路进攻 第二是混成旅团改为南路进攻 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田际赛马 中等马对下等马 下等马对上等马 总有两路会取胜 鬼子试图用这计谋来砍下薛岳的一双手臂 而我方此时对于小鬼子的 临时调整毫不知情 很快日扣便突破了 七十军的凤心防线向上刀推进 日扣 不破鞋头 露空一体 非常凶猛 与此同时 吕云泽也破译了 小鬼子在长沙谋暴祖的秘点 上面的内容 正是我方的兵力调动情况 而原部和一郎之所以调整兵力 原因只有一个 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 情报泄密 泄密? 又泄密了 但他也告诉了薛岳另一个消息 小鬼子第六师团的资重还在奉心 这是个反败为胜的好机会 薛岳当即派出另一支王牌 让泰山军第十军赶到北路 接替第七师军的防务 同时派一支部队袭击敌人的资重 但为了不泄密 参谋长亲自去电讯处 监看电文的发出 其他人 把手里的工作都放下 到门外等着 柯主任 请你也出去 防着他就对了 防着他就能打胜仗了 接到消息的李玉堂 当即叫来358团团长李本忠 让他去执行这个任务 李本忠一听到自己的任务 是对付日军号称王牌中王牌的第六师团 而这号称所向无敌的第六师团 就是在南京杀死咱们30万同胞的第六师团 顿时来了精神 在八路军的帮助下 李本忠清除了小鬼子的火力情况 并且选好了作战地点 此处正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形 在兵法里面叫绝地 但缺点就是不能大规模进攻 李本忠只能想办法巧取 他火速布置任务 一营配四个制炮 在山沟的沟口组成第一道防线 二营三营各派出的一个连 守住两个制高点 在一营后面组成第二道防线 机炮营在树林东侧 砖打小鬼子的炮兵 李本忠他们用一天半的时间 火速构筑起防御攻势 这里是日军车辆的必经之地 接下来就等着他们往里钻了 很快第六师团松岗资众连队 就大张旗鼓地开来 但领头的这个似乎还挺聪明 他突然下令停止前进 李本忠更是聪明的一批 面对日军的盲打 一点也不糊涂 瞬间看出了小鬼子的意图 立马下令不要开枪 小鬼子看对面身上没有任何动静 便放下心来准备继续前进 眼看小鬼子逐渐走进包围圈 李本忠当即下令全团进攻 换装后的泰山军战力直接翻倍 鬼子有坦克 我方有专打坦克的直射炮 直射炮一射一个准 鬼子坦克瞬间趴窝 马维员也带着警卫连 干掉了小鬼子的指挥车 这一仗真是干得漂亮 仅仅15分钟 一个资重大队的鬼子 便被全部消灭 而日军指挥部这边 原部和一郎直接崩溃 他本以为他的33师团 能和74军缠斗个几日 不料却被74军和79军包围 伤亡异常惨重 他还没缓过神来 又有手下报告 第六师团被泰山军阻击 道夜四郎负伤 他只能祈祷不要有更糟糕的消息 他的第六感确实准得惊圆 兵败如山道 看来脾气太大是不能当司令的 心理承受能力太弱 第六师团没有自重 就无法继续作战 日本军部只能下发撤退命令 小鬼子连夜撤退 上高战役总共历时三天 血月大获全胜 高兴的小酒都喝上了 这是长沙会战以来 血月最高兴的一次 开怀畅饮三天三夜 上高会战血月大获全胜 日军伤亡1.5万人 我军伤亡2万人 彻底打破中日战损无比一的历史 可是那些十五六岁 就被送到战场上的日本少年 并不明白发动战争的意义 他们认为他们的天皇陛下 发动东亚圣战是要把 中国老百姓从英美铁蹄下解放出来 又同时好奇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烧掉老百姓的家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 是要流血加持的 原部和一郎刚刚上线 就被血月直接打败 直接发配回日本 大战得胜血月肯定是要嘉奖 王耀 吴李玉堂等都获得嘉奖 怎么没有李云泽呀 李云泽也要嘉奖吗 那当然 他提供了准确的日军情报 然而他此时并不知道 加上李云泽的名字 将会再一次造成泄密 柯丽娟此时在和女特务碰头时 只是顺口提到嘉奖名单 女特务竟然根据这份名单 分析出了两个重要情报 是李云泽可以截获日方的电文 二是第74军和帝氏军换了苏谢 而继钢村宁次元部和一郎之后 日方总结失败的经验 派出了一位新的指挥官 血月也将迎来他最大的对手阿南维基 阿南维基一到任 就否定了钢村宁次市的进攻路线 将兵力重新部署 他从鄂南和干北戈抽一旦兵力 合并到主攻方向 并决定先对付帝氏军 74军这两个军 与此同时 他也得到了我方帝氏军 74军换苏谢的消息 为了尽早攻破长沙 阿南维基命令情报机关 给他搞来帝氏军和74军的武器装备情况 以及薛月的特长爱好 他在研究薛月 会弹琴的将军果真不一样 他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终于找到了薛月的弱点 对于一个生性骄狂的人而言 这时最容易产生麻痹轻敌 从而对战场形势产生误判 但薛月同样也在研究他 我花了两天时间 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 穷雄杰恶 乳秀小儿 执行炸火车的日本特务中野军 天真的以为那批武器 早变成碎片掉到河里去了 可他听到第十军和74军早已换装 并且大败日军的消息时 摊坐在地 为了弥补上次任务的失败 他决定率领一对特工 去侦查这批武器配备 中野一听医院里住满了 第十军和74军的伤员 便立刻派人潜入医院 没想却被一句谚语轻松识破 湖南人竟然不知道湖南谚语 马维源瞬间察觉出一场 也找到母亲核实情况 果不其然74床住的 根本就不是73军的伤员 间谍此时想逃已经不可能了 马维源直接拦住大门 一脚把枪踢飞 其余的人一拥而上 迅速将他制服 与此同时 国际局势大变 日本欲语得意联盟 东条英姬迫切想要摧毁重庆政府 他命令阿南维基 立即制定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 而阿南维基在进攻之前 已经研究出了薛悦的命门骄傲自大 薛悦也用两天时间 得出阿南维基是汝秀小儿的结果 于是在得知 日军将大举进攻长沙的消息后 并没有改变之前的套路 依旧沿袭后退决战 争取外翼的总策略 罗卓英部固守在干北 阻止敌人向湘北靠拢 杨森部在大云山一线设防 消耗敌人兵力 亡灵基部守住 柏林防线的密罗江一线 将日寇阻击在密罗江以北 74军和第10军分别 在湘北干北交界处和干南防守 这样的布防如果是对付钢村宁次 那确实是没话说 可薛悦这次的对手是阿南维基 他此次的主要任务 就是消灭重庆军的王牌 第10军和第74军 所以早就在岳阳灵湘一线集结重兵 可就在这时薛悦收到密文 日军抽掉11军的三个士团南下 薛悦十分不解 阿南维基这是什么起操作 让11军的三个士团直接南下 如此一来 驻守岳阳的兵力就会严重不足 阿南维基看见薛悦 还是用奋兵合击的路子安排兵力 便知道薛悦上当了 为了让他深信不疑 阿南维基甚至开始无中生有 发布一连串的车辆调动运输计划 毫无疑问 薛悦非常确信这则消息 他面对彭忠华的劝解 将比一扔不予理睬 阿南维基见薛悦毫无动静 便立刻派第六士团 进攻大云山 并且突破柏林防线 最终和第10军第74军进行决战 薛悦此时并不知道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正在缓缓拉开 薛悦看到阿南维基对大云山的进攻 更加认为小鬼子没有能力 在组织大规模的进攻 而这次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 只是骚扰性的攻击 可一封极电的到来 却是让他直接猛逼 大云山一手南攻 阿南维基为什么要用最强的第六士团 去打助攻 时间不容的薛悦思考 大云山主风失手 他只能迅速从新强河抽兵前去救援 这三个石都是新强河柏林防线的主力 你抽掉三个石 新强河北岸就会出现危机的 但薛悦还坚持认为 日军挥师南下的情报不会出错 阿南维基此时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 来进攻他的柏林防线 薛悦此时并不知道 正是他的这番操作 让第二次长沙会战 国军将士付出了十万条生命的代价 眼看薛悦调兵前往大云山 阿南维基高兴不已 当即下达命令 9月18发起正面进攻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老蒋一得知大云山失手 瞬间就找到了原因 应该提醒薛悦林务必提高警惕 防止被阿南维基打得措手不及 蒋介石深知大云山的战略地位 他还是忍不住地提醒薛悦提高警惕 但薛悦却固执地认为 第六师团此次的目的只是袭扰大云山 可就在不久之后 延安和统事部相继传来消息 阿南维基集结十二万兵力 对长沙进行闪电式攻击 薛悦一脸不可置信 这竟然是个假情报 原来阿南维基早已知道 我方以破译日军的密码 专门做了一个假的情报 来引他上当他开始慌了 但很快又镇定了下来 重新调整战略部署 他立即命令 所有星强和密罗江的守军 立刻撤退并炸毁福桥 并紧急疏散市民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日军全线准备完毕 只等阿南维基一声令下 仅用小半天时间 星强和北岸的柏林防线 就全线崩溃 眼看小鬼子搭建福桥 准备跨越星强河 薛悦立刻做出补救措施 他决定将计就计 改阵地战为运动战 命令阳森的第四军第五十八军 王灵机的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 撤出阵地 退到慕富山和大云山一带 与此同时 薛悦为了拉开日军第六师团 和后续部队之间的距离 他派第27级团军的第四军 第五十八军 天黑以后出慕富山 伏击敌后续部队的第三师团 王灵机所属的第七十二军 七十八军趁天黑出大云山 攻击敌四十师团 以此来拖延敌军的推进速度 日军自以为知道薛悦的一切计划 殊不知薛悦的反击也终于要来了 薛悦决定在金井与敌人进行决战 部署好作战命令后 为避免情报泄漏 参谋长只留下机要是主任柯立娟 向各部发送电报 可敌人早已获取了我军的密码本 还没等电文传到第四军 和第七十四军的手里 日军就早一步知道了薛悦的部署 阿南维基一早就派人埋伏在金井附近 向第十军和七十四军张开了口袋 就等着两只王牌往近钻 薛悦在指挥部眼巴巴的等着 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好消息 然而传来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 第十军李玉堂报告 其先头部队的一个团 遭到日军伏击损失过半 七十四军在向大高岭推进时 遭到日军伏击损失惨重 这是长沙会战以来 薛悦第一次溃败 万万没想到 自己周密的部署 竟会换来这样的结果 而作为最高指挥官 他迅速发现了问题 阿南维基之所以步步走在咱们前面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密码失窃 可日本人是如何获得我方的密码 薛悦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恰巧在这时 彭忠华带来了一些证据 并且称知道间谍是谁 你知道我们司令部的内鬼是谁 柯丽娟 原来彭主任 早就派人盯着柯丽娟 并发现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纸 图案像是一只要飞的鸽子 他敢肯定 这正是日本间谍 给柯丽娟下的某种指令 可这些都不算是证据 只能是一些推测 薛悦并不能直接处置她 直到吕云泽带来确定的证据 薛悦万万没想到 原来是一个女人 把自己的两只王牌送入虎口 而柯丽娟此时 正不断往返于司令部和卫生间 寻找撤退的信号 她并不知道她所等待的图纸 早被彭忠华的人拿走了 得知真相的薛悦 当即下令抓捕柯丽娟 柯丽娟自知逃无可逃 当即承认了所有的泄密事件 并且说出鸽子就是撤退的意思 她知道薛悦是个大孝子 企图用孝心来打动她 柯丽娟就表示自己是被人强迫的 日本人用她的家人来要挟她 如果她不听从的话 家人就会没命 而薛悦完全不予理会 命人将她拖去军阀处置 内鬼虽然处置完毕 可第十军还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 于是便立即下令 给李玉堂发电报 火速撤出金警 谁知李玉堂一点也不听话 他拒绝了薛悦的命令 李玉堂的坚决 致使战情更加紧张 当务之急 是把李玉堂的第十军捞出来 参谋长看到了一条生路 第十军的转机 在于第26军和79军 如果按照正常的速度 这两个军会在明天中午之前 摸到敌人的背后 再加上春花山的第74军 到时候第六师团 就会陷入四面包围的局面 李玉堂的第十军 再来个中心开花 日军的陷阱也就不攻自破了 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没有作战命令 处在敌人包围中的李玉堂 是否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坚持到明天午时 孤身作战的李玉堂 现在也只能靠自己 据派出去的侦察部队报告 眼看四周全是鬼子 李玉堂便决定以飘风山为致点 尽可能地阻击敌人 等到了解情况后 寻找敌人的薄弱点攻击突围 日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飞机和坦克七七上阵 可由于第十军的装备全是苏屑 火力和小鬼子不相上下 敌人愣是久攻不下 但奇怪的是 玉石师和第三师军死伤惨重 唯独飘风山的109师 竟没有任何动静 李玉堂恍然大悟 这是小鬼子的圈套 他们故意留下飘风山这个山口 目的就是想让自己从这里突围 而一旦他们有所行动 就会受到小鬼子的埋伏 他命令的是不要随便突围 要不惜一切代价 守住阵地保持阵形 不料就在这时 小鬼子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轰炸 企图在武师前全监地弑军 结束京井之战 鬼子在飘风口不下重兵 为了保存一些实力 手下建议李玉堂 选择大高领方向突围 李玉堂认为如果不清楚敌情 就糊里糊涂地突围 会给小鬼子留下破绽和缺口 然后被一口一口地吃掉 他想再坚持一下 等到司令部的支援 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 飘风山很快失手 就连两个师长都 一个阵亡一个重伤 李玉堂当场崩溃 而他此时并不知道 一场巨大的危机将要来临 玉石师师长方先觉发现鬼子 正在向军部的方向快速移动 立即叫来高站选手李本忠 速带一个营去保护军部 与此同时李玉堂也发现敌情 当即下令全体转移 尽管留下特务营掩护军部撤退 但由于小鬼子人数众多 特务营逐渐落了下风 千军一发之际 李本忠及时赶来掩护军长撤退 眼看鬼子穷追不舍 一下就把他心中的胜负欲击起来了 他拿起冲锋枪直接开打 鬼子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怎料小鬼子不讲武德 剑枪打不过 又拿出制弹筒 李本忠的重机枪当场哑火 眼看小鬼子一拥而上 李本忠冲锋枪哒哒哒 直接走到重机枪面前 当场化身无情的杀鬼子机器 愣是一人对战鬼子一个小队不落下风 重机枪哒哒哒好像在说 我的狠大你远一下 对面的鬼子大左居花一紧 拿起98k直接瞄准 一枪过去 高站小王子李本忠瞬间倒闭 没有了机枪的压制 鬼子又一窝蜂地冲了上来 但李本忠丝毫不慌 等小鬼子一压上来 命令手下让手榴弹攻击 几番下来 鬼子被成功打退 而在另一边 血月拿出手表一看 时间差不多了 立即启动电台 一条条真真假假的作战命令 发布到各个将领手中 与此同时这份电报 也送到了阿南维基的手里 不料他只看了一眼 就断定这是血月的阴谋 阿南维基自以为看出了血月的招数 可血月正是利用这一点 才会料定阿南维基 肯定是不会相信这份作战计划 更不会判断出来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果真是高手过招招招致命 阿南维基之所以坚定地认为 长沙城内没有兵力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干了一件 自认为可以载入史册的事情 我军指挥部坐标被泄漏 阿南维基当即决定派出轰炸机 对血月进行毁灭打击 他深信自己的这次行动 将在八分钟后 为皇军的作战史上天上辉煌的一笔 而在另一边 彭中华火速求见血月 他认为克力娟此时撤出司令部 只有一个原因 他们的目标就是司令部 敌军定会派飞机来轰炸司令部 但血月却固执己见 他不可能因为一个猜测 就将司令部转移 可就在这时 吕云泽的一条消息 直接证实了这一猜测 十分钟之前 沉寂了几天的迪特电台 又重新恢复了发报 电文上出现了一串奇怪的数字 这是一个给炮兵 和飞机轰炸提供的坐标参数 两相对比彭中华的猜测已经确认无疑 彭中华急到脑袋闹烟 但血月丝毫不慌 两人万万没想到 在这火烧眉毛的危急时刻 血月还有心思 跟他们聊明天的反攻计划 既然敌人能破译我方的密码 那他们就将计就计 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就这一招 肯定让阿南危机 手忙脚乱 与此同时 日军特攻队悄悄靠近司令部 手下士兵来报 巡逻队在附近击毙了三个可疑人物 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标记 血月接过一看 更判断出这是中野特攻队的部队番号 其实他一直不走 等的就是这伙人 听他们来了 血月当即下令撤退 而为了能够全监中野特攻队 他吩咐手下躲在暗处 等到敌人暴露再一举出击 果不其然 这群间谍刚点上火 就被血月的手下全部消灭 日军轰炸指挥部扑了个空 加之血月关掉了电台 阿南危机没有截获任何情报 他自然而然地以为空袭成功 血月上了西天 而另一边 老蒋也已经和血月 失去联系两天 电话不通微信不接短信不回 蒋介石看着地图上的长沙城 此刻是心急如焚 而就在下一秒 血月一条条真假难辨的指令 便传了过来 蒋介石心里清楚 阿南危机是不会上当的 但血月此时发出这样的指令 就表明长沙城岌岌可危 老蒋表示今世不同往日 今天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 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正在加速行程 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苏联 都在关注着中国战场上的形势发展 蒋介石迅速做出反应 对宜昌发动猛烈攻击 微微就照侧应长沙 与此同时 血月的作战计划也送到了阿南危机的手中 然而他只看了一眼 就断定这是一份虚假情报 命令直接忽视计划不变 早渊支队继续向长沙城推进 早日实现占领长沙城的梦想 另一边接到指令的李玉堂 瞬间明白上级的意思 血长官下这种真真假假的命令 这恰恰说明 血长官手里头已经无兵可用了 他立即命令手下 十点半准时向大高岭方向突围 可令李玉堂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所有的命令中 只有他的这条命令是真的 就在这时 一个好消息传了过来 二十六军和七十九军 如期到达指定位置 李玉堂一听援军来了 瞬间高兴不已 之前小鬼子将他按在地上摩擦 现在反过来了 李玉堂当即调整部署 命令部队配合援军消灭鬼子 而血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只要阿南危机证实了 他在金井一线的调兵是真的 那么他就不敢轻举妄动 果不其然 听到消息的阿南危机瞬间蒙蔽 一时间假假针针分不清 但他急于建功还不听劝 能力不足还特别好面 最后也只能命令早渊支队 将鬼子旗挂在省政府的大楼 企图给重庆政府一个严重的警告 早渊支队拿到旗子 想也不想就冲进长沙城 以为插旗就像吃饭那么容易 殊不知国君早已在城里挖好地雷 就等着他们往里跳 此时一位老爷子正坐在老伴床前 拿出了珍藏许久的手榴弹 此人是湖南商会的张会长 在开战前所有人都躲了山里 一边去街上寻找鬼子 碰巧遇到了埋地雷的国君 听见远处有枪响 他知道那肯定有小鬼子 便朝着枪声走去 果真就迎面碰上了一大堆鬼子 把我们带到省政府大楼 我们要把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插到上面 老爷子带着这一大堆鬼子 直奔省政府大楼 可突然他却停了下来 鬼子正要上前询问 只见老爷子拿出一颗炸弹 一边举着炸弹 一边朝埋伏着的国君喊 让他们炸死这帮畜生们 阿南维基的想进城的梦想直接宣告破产 当然这只是送给他的一份小甜品 大的还在后头 陈城率领第六战区 向宜昌发起猛烈的进攻 小鬼子的外围阵地全部丢失 重庆军直接兵抵宜昌城下 阿南维基心头一惊 宜昌是轰炸重庆的基地 也是进攻长沙的保障 万万不能丢掉 老蒋趁其不被攻其后路 他看出蒋介石这是在唯威救赵 左右为难的阿南维基 只能保其中一个 最终他无奈地宣布从长沙撤退 并向天皇鞠了一躬之后 就自己给自己关了禁闭 1941年10月1日 日军第十一军破于战局困扰 终于向进攻长沙的日军各部 下达紧急反转令 10月9日日军撤过新墙河 中日双方军队重新恢复到战前状态 历时一个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 以日军伤亡41500人 国军伤亡达10万余人的结果而告终 所有人都在欢呼庆祝 唯独薛月一个人低着头 闷闷不乐地走出门外 虽然这次会战国军取得了胜利 但对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伤亡那么多人不说 还赔上了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 这两只王牌一仗回到解放前 老蒋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他决定飞去长沙替薛月收拾残局 老蒋一来到长沙 就看见将领们纷纷站在会议室外 原来是薛月下了命令 不让任何人进去 蒋介石一进来就看见 薛月带着参谋长郑用 保定学校学生犯错思过的方式自成 老蒋下令他们下来 可他俩却没反应 老蒋会议他也曾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于是将首杖扔给手下 双腿力锁地也翻了上去 在军事会议中 白重喜宣读了军委会的奖成令 对作战积极守成有功的 暂第六师师长赵继平等人进行嘉奖 对第十军的李玉堂方先决等人 进行彻职处分 该讲的该罚的该撤的该杀的 一个不辣 而本次会议的重点是 第九战区的战役总结 薛月早已准备好了材料 不料老蒋听完 只吐出了寥寥八字 避重就轻泛泛而谈 蒋介石对此次战役 失败的结论是 主将轻敌处处挨打 蒋介石没有给薛月反驳的机会 紧接着就开始了严厉地批评 直接指出此次会战 输就输在主帅交满轻敌上 要求他好好反省自己 否则只会一败再败 听完老蒋的训斥 薛月无地自容 他将自己禁闭三天三夜 尽管妻子带来了家乡的典型 他也觉得很是羞愧 直至薛月见到了好友陈诚 向他分析自己两次会战的经验 第一次会战和上高战役 日军是兵分三路 我方是选其中一路 与之决战 第二次会战 阿南维基采取的是 极重兵于一线 闪电式进攻 所以国军的防线很快溃白 如果没有密码失窃 则会实现与敌在金井决战的预想 除此之外 薛月发现了阿南维基的致命弱点 急于建功 他也终于研究出了克敌的办法 那便是天卢战法 他要利用敌方弱点 打一次真正的胜仗 好一血前耻 第二次会战打成如此模样 薛月不知道蒋介石会不会再用它 尤其是老蒋听了天卢战法后 一言不发就离析而去 薛月此时心里是一点也没底 就连老蒋来的电报也不敢看 要求参谋长念给他听 原来他压根就没有换将的意思 甚至还鼓励薛月重振旗鼓 再与日寇决议雌雄 薛月心中意满 下定决心必不负使命 薛月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 自创天卢战法 具体来说就是 向侧后转移 跳出敌人的包围 从更大层面上对敌人形成反包围 他决定将长沙城设为卢塘 日军大本营已经对阿南维基的 作战才能有了非议 而阿南维基想平息这种非议 的唯一办法就是占领长沙 而构建卢塘的关键有两点 一是要构筑牢固的防御攻势 加固卢塘 二是要选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 固守卢塘 可战斗力太强 阿南维基是不会上当的 众人纷纷想到帝氏军 帝氏军在精紧受挫 支持而厚勇 薛月清除只要派他们守卢塘 定会稳如泰山 可问题又来了 如何才能让战斗力强的帝氏军 被阿南维基认为 这是一支战斗力低下的烂军 薛月早就想好了计划 并交给彭忠华负责 他们准备给阿南维基演一场反剑计 这出戏的主演 正是358团团长李本忠 演出《地点野战医院》 观众正是这个日本间谍陈茗玉 李本忠正在包扎伤口 正发愁这出戏该怎么演 就听见外面的第六师 和帝氏军的伤员吵了起来 甚至大打出手 他知道机会来了 一把就将桌子掀翻 两队人马立刻扭打在一起 场面一下就混乱起来 就连院长也劝不住 只能将电话打给司令部 薛月一听火拼的事 第十军的358团 和第六师的第三团 连忙给着团伙上在交上游 他立即派出宪兵队进行弹压 随即又加了一个罪名 野战医院这边 双方打的是不可开交 都叫来了外援 甚至掏出了枪 眼看就要闹出人命 还好宪兵队及时赶到 二话没说 就下了第十军的枪 顺带还不忘讽刺 现在的泰山军应该改成豆腐军 第十军就这样被安上 军中滑边的罪名 全被逮捕了去 而这出戏恰巧被陈明运看到 但仅仅只有这出还不够 还得在山山峰点点火 这个任务自然就交道 不知情的李玉堂手中 这样才会显得更加真实吗 而李玉堂此时正被 一名士兵用枪指着 他当场暴怒 薛月万万没想到 就跟这小子开个玩笑 轻爆成这个样子 而李玉堂看见薛月来了 火气瞬间更大了 不管薛月怎么解释 李玉堂根本听不进去 始终认为 薛月给358团按赏 滑边的帽子 就是在整他第十军 想让他来被战役失利的黑锅 傲娇老李玉说乐器 他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第十军是替罪羊 薛月本来也只想让李玉堂 显示出气急败坏的样子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不知情的李玉堂走偏了 李玉堂满肚子委屈 话没说两句 又把衣服扒开 薛月看看逐渐离谱的李玉堂 留了一句执行军迹 随即扭头就走 而这一幕 恰巧又被陈明韵看了个清清楚楚 他更加确信这个第十军 现在是烂透了 甚至对这些情况下了个结论 陈明韵立即将将率不合 内讨不断的信息汇报给阿南维基 阿南维基一听到薛月的手下开始内讨 就以为自己的好机会来了 可他不知道 这些消息是薛月专门透露给他的 目的就是让他对战场形势产生误判 阿南维基当即就让手下 拟定攻取长沙的作战计划 而就在他准备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时 战争狂人东条英基进入内阁 与德意形成法西斯阵营 并对英美和宣战 紧接着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老蒋一听到这消息 顿时高兴不已 连夜成立反法西斯同盟 与此同时阿南维基位了 让中国战场成为第一战场 加快了对长沙的进攻计划 而另一边薛月为了给李玉堂赔罪 早就准备好了一大批武器 薛月此时非常高兴 他的计划终于成功了 唯一失策的是 傲娇小媳妇儿李玉堂 此时仍在气头上 李玉堂听得一阵尴尬 赶紧将衣服扣好 薛月随即摊牌 358团集体滑变 其实是为迷惑陈明运而下的一步棋 泰山虎奔都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他这么做全是装的 就是为了引小鬼子上当 老李这才明白 薛月这么做是为了一雪前耻 气也就消了一半 随后薛月递给了他两张文件 原来是薛月早就给他 把武器装备准备好了来 拿到文件的李玉堂 看着什么迫击炮流弹炮 积攒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 与此同时 战争贩子东条英机一上台 日本海军就进攻香港与英军作战 不料英军抵挡不住 只能求中国政府支援 薛月也收到自己的三个军 要南下作战的通知 他知道中日双方都将会抽掉一部分兵力 为了继续诱敌深入 让阿南维基低估国军的实力 决定利用三个军南下这件事 进一步向小鬼子示弱 他还得再演一场和358团滑变一样的大戏 不过这次的主角是吕云泽 吕云泽在记者招待会上戒酒消愁 故意透露出薛月和老蒋翻脸 不是因为战局不利 而是因为第四军和74军 要调去香港作战 陈明运亦得到这个情报 立马报告给了阿南维基 吕云泽一看到截获的电文中 出现三个部队的番号 瞬间就明白 鱼儿上钩了 紧接着 薛月就大张旗鼓地 送两个军南下 实际上 这又是薛月玩的一招瞒天过海 表面上让这两个军南下 实则却让他们在半路 偷偷折了回来 眼看陈明运将三军南下的消息 传到日军司令部 得知消息的阿南维基高兴不已 当即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24日 日军第40师团混成第9旅团 向国军第20军阵地发起进攻 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营长王超奎奉命驻守新强河 国军的迫击炮一出马 对面的小鬼子立即四散而逃 这次轮到国军炮火猛烈 鬼子当即决定用榴弹炮 摧毁国军迫击炮阵地 几声炮响 几个营迫击炮全部炸毁 王超奎立即向军长 请求调来石门迫击炮 可军长却直接给他下了死命令 尽管他知道向前一百米 就会被鬼子给当成活靶子 但他还是执行了命令 王超奎带着兄弟们 专挑鬼子走到河中间的时候打 整整一天 愣是没让一个小鬼子过新墙河 阿南维基本以为这只砸派军 几个小时就可以攻破 可整整一天 他的军队还没沾到水 日军十一军发动这次战役 就是为了侧应 香港的第二十三军 如果第二十三军成功占领香港 而第十一军没有任何进展的话 阿南维基很可能会撤兵 血月为了让小鬼子过河 又不能引起阿南维基的怀疑 他命令第二十军明日后退三公里 次日小鬼子增加大量重武器 处在阵地前沿的王超奎一营 假装露出破战边打边撤 退到富家桥一线 阿南维基一听见二十军溃逃的消息 脸上写满了高兴二字 他一心想要比二十军更快地取得战果 略战上风的他立即派第三和第六师团 绕过国军二十军的防守 准备直插密罗江 该来的都来了 王超奎带着兄弟们 在相共领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鬼子一轮接着一轮不间断地发起进攻 便派排长炸掉鬼子的坦克 可没走多远 排长就被鬼子的机枪射中 王超奎见状立马起身 亲自拿起炸药包就冲向坦克 不料双腿却被鬼子的机枪打中 他艰难地站起来 一步一步走向坦克 和坦克同归于尽 相共领一个营全部阵亡 这一仗川军打得异常英勇 阻止了敌人在干北的兵力 成功地将鬼子吸引到湘北 二十军的任务顺利完成 薛岳立即命令二十军撤出阵地 放开正面向梅仙平江地区转进 另一边 阿南维基一心想要立投攻 但却听到了海军率先攻克乡党消息 紧接着 手下就带来了二十军溃败的消息 可没有抢占投攻的他 到手的消息瞬间就不相了 他一下子陷入了低沉情绪 军队也突然放慢了脚步 薛岳一下就猜中 阿南维基此时的状态 眼看着阿南维基再不思进取下去 国军的计划就会破产 薛岳随即决定学习西班牙斗士 斗一抖阿南维基这头蛮牛 他立刻命令 37军和99军集结在密罗江一线 想着不吃白不吃瞬间上当 他企图凭借自己的七万军令 降维打击国军的四万人 阿南维基立即命令部队 赶往密罗江一线 并派出飞机轰炸国军阵地 这一点薛岳已经做出预判 他早就命令所有人 利用地形躲避空中打击 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较大 鬼子在密罗江一线的进攻势如破竹 国军的两个军抵挡不住 薛岳决定将这两个军撤往长沙 将阿南维基吸引到炉堂 而参谋长却不同意 这是长沙会战以来 参谋长第一次和薛岳产生分歧 薛岳则指出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 如果不及时撤退 这两个军就不是扬拜而是拳奸 但参谋长依然坚持 如果鬼子杀到长沙 就会濒临城下 第十军手的卢塘 就会被鬼子击穿 面对这不险棋 参谋长始终不同意 薛岳紧接着提出 要撤往长沙的六条理由 第一手长沙的第十军 在日本人眼里是一支烂军 必然会让他们产生轻敌的情绪 第二日军资重被摧毁 战斗力大大减弱 第三长沙城内 有坚固的防御阵地 第四第十军拥有最好的武器装备 第五月路山上有石门榴弹炮 第六第十军定会支持而后勇 战斗力将会大大提升 参谋长听完薛岳的陈述 还是不情愿的同意了 还不忘再吐槽薛岳几句 你打仗 太远出击 太远冒险 而另一边 阿南维基等着全歼两个军的消息 但传来的却是两军溃逃 也始终认为没有全歼敌人 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羞辱 阿南维基是个既寂静又谨慎的将军 他害怕薛岳会有什么阴谋 立即止步于捞刀河 并派出侦察机 薛岳为了将阿南维基这头蛮牛引过河 他决定再斗一斗 于是立刻命令这两个军 停止溃逃杀个回马枪 猎人被猎物咬了一口 这是猎人的耻辱 阿南维基得知侦察结果没有什么异动 两支军队向长沙城内溃退 果不其然又上当了 小鬼子紧跟着就追到了唠叨河 阿南维基看着 据唠叨河一不知谣的长沙城 再加上手下的神助攻 与自己心里的小算盘 决定一股作气攻下长沙城 和他们一起在长沙城共度元旦 眼看阿南维基即将入套 薛岳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将指挥部搬到岳路山 并下令如果自己战死 罗副长官带行职务 李玉堂视察了东瓜山阵地 也站出来勉力部署 而彭忠华把通讯社搬到了岳路山 经过一天的观望 阿南维基下令 在飞机掩护下总攻长沙 在岳路山阵地的炮兵支援下 第十军顶住了第一天日军的进攻 全军论功行赏 第二天日击轰炸岳路山炮兵阵地未能得手 日军又释放毒气 东瓜山阵地微如雷卵 增援的离本忠顺利夺回东瓜山阵地 反扑的日军受阻于修卸所主阵地 提前暴劫的日军欺虎南下恼羞成怒 阿南维基在觉察出上当的情况下 依然全力要攻克长沙挽回面子 李本忠在炮火支援下 趁势率军逆袭重创集结中的日军 并缴获了日军粮弹药不足的文件上交 得知薛越大军来源打算包围自己 阿南维基决意在援军到来之前夺下长沙 在各个击破援军 日军在赶来的坦克掩护下攻势凶猛 国军士气大增誓死如归 李本忠利用熟悉地形待人且战且退 一直退到了自己家门口 与此同时停止前进的左腾 命令司务长寻找食物 几个鬼子也正巧摸到了何建安家 发现了正在休息的国军并抢先偷袭 何建安卫护李本忠牺牲 长沙城外各路援军陆续到达指定位置 城内李本忠等国军将士还在与敌人缠斗 三发信号弹升起国军全面反攻 日军败退 各路国军围追堵截痛击日寇 左腾领命率不断后 掩护其他残余日军逃过新墙河 李本忠紧随其后 与左腾展开一对一针男人大战 淡尽良绝的左腾被击毙 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就此结束 在英美军队溃败之际 中国军队却取得了一场大胜 国共双方共同庆祝 岳路山下众将士们一同 祭奠为守卫长沙而牺牲的数万英灵